我們在製作過程當中 整個回音過程當中 你一定有可能會發生到一件事 就是當你很混亂的時候 你要一直譬如說 我連plugin button都忘記打開的時候 你一定會同時叫出非常多的plugin 然後有可能你可能會 因為有時候就是很專心的時候 有可能你會開始開始混亂的時候 記得一個按鈕叫做V 你可以馬上的 把你的plugin全部隱藏起來 然後再按一次V就會叫出來 有沒有 這個我們在之前的教學有提到過 不過在這邊實際上要跟各位再講一次 因為這個還真的很方便 因為一定會發生這種狀況 就是當你在工作的時候 你會叫出很多plugin 甚至還有軟體音源你會叫出來 所以基本上你的桌面有時候可能會變得很擁擠 那V然後2 然後這個時候按V就沒有用 因為我切了我的screenset 所以各位要記得還是要去稍微理解一下 plugin跟screenset的關係 像我剛剛這樣叫 plugin叫出來 它就等於是一個screenset 只是我沒有存起來 所以我按V在這個地方是不會變的 可是當我切了螢幕的時候 我再切回來 我按V 是沒有 它不會理我的 有沒有 所以 稍微記得他們的相互關係 這樣的話 你就有辦法散加利用這些小技巧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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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